我和我老公结婚四年多了 结婚初期 他对我很温柔也很浪漫 时不时还会给我准备下惊喜 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浪漫惊喜完全没有 就连对我的称呼也变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 就算有交流 他给我的感觉也很敷衍 他总是说我变了 但我觉得我并没有 我觉得我们都是当父母的人了 自然衷心放在孩子身上 我们现在总闹矛盾 总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我今天也来参加节目 希望好好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 他总是挑戳 觉得我这里不对 那也不对 我和他越来越没办法沟通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胡先生三十岁来自江西 医学检验 袁女士二十七岁来自江西全职妈妈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胡先生好 孙老师好 欢迎两位 我想问一个小事 他婚前管您叫什么呀 亲爱的 有了宝宝婚后叫什么呀 你问问他 他现在叫我叫什么 现在就他叫小颜 但你希望还是叫亲爱的是这意思吗 行 就从这儿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啊 就是女生对细节而是挺关注的 那就说说生完孩子之后的变化吧 好像说了不浪漫 对吧 怎么不浪漫呀 就像前几个月我过生日吧 我就暗示他 说我朋友过生日 男朋友都送花呀 送礼物什么之类的 多幸福呀 过了几天我就生日了嘛 他下班回来 我就以为他会买花买礼物给我 结果他下班回来那天 你知道他买了什么给我吗 买了什么呢 仙人掌啊 我觉得他就是拿仙人掌上面的那朵花 来敷衍我 开花的仙人掌是吗 对 你买这个干嘛呀 仙人掌三明利多顽强啊 像我们俩的感情一样 然后结果养一个星期就死掉了 那怪我啊 不是你自己交多了 那你看他还赖我 这不是也挺浪漫的 别人也想不到送这个啊 挺特别啊 可是那个结婚之前 他不是这样的 结婚之前我过生日了 他都会有很大的惊喜的 这不也挺惊喜的嘛 仙人掌 觉得挺惊吓的 这事咱们放在这啊 还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你不顺心啊 觉得不浪漫 过那个三八女生节嘛 然后我就说让他带孩子吧 我自己出去逛街 自己给自己买礼物 总可以了吧 然后我逛的一半 他就打电话给我了 说我给你买礼物了 你回来吧 别逛了 我当时你特别开心 真的那是他第一次那么主动 就是生完孩子以后 第一次那么主动给我买礼物 看孩子看不下去了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家一看 买一盒巧克力 然后我就拿着手上 感觉有点不对嘛 特别轻 我就一打开 里面就是个空的 然后我就又踩一个 还是空的 你什么意思 送的是空巧克力是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都别拆开了 你待会儿拆开了 我还得一个一个地 给你包好 再装回去呢 当时买的是真的巧克力 小孩看到了 他想吃嘛 然后我也没考虑那么多 然后就打开了给他吃 然后我就去做饭了 但我回来之后 发现小孩把巧克力 全部打开了吃了 宝宝多大 然后我就宝宝 现在三岁了 哎呀 吃的糖太多了 当时买的是一小盒的嘛 就那八个的嘛 那在下楼再买一盒呗 怎么给人空的呢 旁边超市没有嘛 我还要去庭眼的超市 给他去买嘛 就不方便嘛 我带个小孩 那怎么还包上了呢 不是他为了 让他发个朋友签 他反正每次我买什么东西 他都喜欢发朋友签呢 还得再重新包装回去啊 对 这挺不容易的 包装力还挺费功夫的呢 那我觉得他这么敷衍我 一说到朋友签 我还要说你呢 你什么大事小事啊 开心你不开心事啊 都喜欢发朋友签 老是抱怨我 喜欢发朋友签 行行行 这个妻子抱怨 丈夫不够浪漫 浪漫这事儿 每人的标准不一样啊 咱们说说对你不关心 好吧 小片你也说到了 对吧 之前他对我说话 都是很温柔的 反正我说什么 他都会回我 但是自从生了孩子以后 他每天下班回来嘛 我就问他 你在单位 今天辛苦辛苦啊 吃了什么呀 他都不搭理我的 他直接就唠过我 去跟孩子说话 他都去问孩子 你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他也不问我 也不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不搭理你啊 我觉得你当时问的这些问题 都是无关紧要的 也没什么好回答你的呀 然后我一下班 感觉想宝宝了嘛 然后我就 比小孩子玩了嘛 那你经常这样 那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矛盾 不合我才这样 你们俩有什么矛盾 有什么不合呀 一些无力气道的事啊 老跟我吵架呀 动不动就生气呀 不太想跟他说话嘛 主持人你是不知道 他是不想跟我说话 可是他特别喜欢 跟我们楼下 那个小区的阿姨说话 聊得可开心啦 有缩有笑的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那样 说过话 那些阿姨 问我育儿的方面的问题嘛 然后我就跟他们解答一下嘛 问你育儿的问题啊 对 这些可以 我们俩可以商量一下育儿的问题 他也可以跟我说嘛 那他干嘛 就总是跟别人有缩有笑 回来都不搭理我 那还不对 因为我们带娃方面 有很多分歧 你知道在育儿方面吗 我真的都要被他气死了 我们家宝宝三岁了 他那就总喜欢 跟着他后面喂饭 我觉得孩子的生活习惯 要从小培养嘛 就不应该喂饭 我觉得就应该 让孩子自己吃 他就喜欢跟着后面喂 因为体检 小孩子身高 体重都不达标嘛 我还不是担心他吃不饱 可我觉得他长得矮嘛 也是由我俩遗传因素 以前不一定主要因素啊 他可能有环境可以改变啊 我听起来就挺幸福的 所以我站在这儿特尬你知道吧 就我觉得人家是在秀恩爱吧 你说多说少 你像挑不利剑你知道吧 问一句啊 您是全职对吧 对 我全职 他上班是吧 他中午回家吗 当然回家给我做饭嘛 他中午还回家给你做饭 对 晚饭谁做呀 也是他做 那您在家里的工作范畴 是有哪些呢 买菜呀 菜市场那么乱 我还不是得带孩子去买 没有让老人给带哈 没有 这个父母不容易啊 自己带孩子 可以啊 老公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你看你看左野老师 已经羡慕的眼睛都掉了啊 哇 都喊出来了 那行啊 这老公可以啊 不行啊 我们之间还有很多 育儿的问题 还没有说清楚 育儿育儿育儿说说 比如说孩子教育的方面吧 我就主张说 让他去上那个早教 小孩嘛 应该从小教育嘛 他就死活不肯 跟他默契了好久好久 去没去 最后去了 他去了不就行了嘛 但是当时他就是很不愿意 他到现在就是陪孩子 上那个亲子课嘛 他都没去过多少次 当时是一岁的时候 上体验课嘛 小孩哭得挺伤心的嘛 我还不是担心他以后 伤心有什么逆反心理 所以当时犹豫了一下嘛 最后还是给你抱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陪他 去上亲子课 他只要你啊 他又不要我 那你还好意思说 他只要我 主持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平时在家带孩子嘛 经常就是把孩子放在一边 他就自己抱着手机打游戏 打游戏我只是为了放松一下 我又没有 四小时不停地打 因为我下班 我知道我还要给你们弄饭 洗衣服 打打卫生 那你打游戏就算了 有一次我还发现 他带着我们孩子一起打 跟他说 这个是什么人物 我发什么技能 就那每一次 你又何必拉着这些事情 紧跟我三次呢 那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一定要 我们总是吵过 争过以后你才来改 我问个问题吧 孩子那不是三岁了吗 对 是该上幼儿园了吗 已经去了 不是去幼儿园了 你还全职吗 我觉得你应该去工作了 说到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俩最主要的矛盾 还是在这里 跟这有关系啊 对 哪矛盾啊 因为我是做护士的嘛 上下班不太准时 而且我们要轮班 就是没有星期有星期天的那种 然后孩子上幼儿园 肯定是有双修这个问题 我就想希望他妈妈 可以从老家过来帮帮我们 然后他就一直让我理解他妈妈 让我理解他妈妈 啥意思 怀孕的时候我就和我妈妈 沟通过嘛 他住在老家 他也不太愿意过来帮我们带 他一个人过来 也没有一个认识的 也不方便 然后我总不能道德绑架他 把他绑过来吧 就为了这个 我们两个争论了很久嘛 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所以来这里 这不是很好解决吗 找一个一到五上班六日 休息的一个工作 他又不想放弃他的专业 然后在这方面 我也考虑过请个阿姨帮忙照看 但他又不愿意 那他胆子特别小嘛 我就觉得不好嘛 不是 他在家里总是不陪我 就是抱着手机 自己玩自己的游戏 然后我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生活圈子 也没有朋友 他也不跟我说话 孩子又上幼儿园了 所以我就特别想出去工作 那行 这是两件事嘛 第一件事是我要重新融入社会嘛 这是你的第一个要求嘛 对吧 那咱们想办法解决嘛 第二件事实际是 听起来都会很羡慕 说这个男人好像做得不错 但是妻子把这段话 说出来的时候就发现 你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是有了娃之后 跟妻子是个零交流 对吧 对 所以你会认为说 其实送不送花啊 这些东西可能重要 但是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体会到 它是在乎你的 可能这些东西 你也不在乎了 是这样吗 是 行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很多的夫妻 在生完孩子之后 就忘了怎么做夫妻了 这些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知道 这恰恰是你最缺的 我不缺爱 因为我会爱 不像您 只会说 好 所以 这就是你们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他是没事闲的 你是不会说话 你们俩只要把这个事解决了 在我听来刚才所有的一切 都是非常幸福的情趣 我告诉你 女人不管什么时候 都得有自己的工作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但是 婆婆绝对不能来 你老婆 推能做妖 给老太太心里跟明镜似的 不能过来伺候你们这些事儿 省着矛盾越来越大 要么找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 要么就是请一个周末的阿姨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回去好好地 疼你媳妇 好好的爱你老公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梁老师 我替她先说一句话 她心中有委屈 因为她每天的空间就是家 她每天接触的世界 只有孩子和你 当然这有她的问题 但是在这样的三年当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你觉得她不想念 你们曾经的二人世界吗 真的 我连续带三天孩子 我就会有这样的心情 就 哎呦 我赶快让我出去待两天吧 我真待不下去了 你想她三年 而且她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她害怕被你嫌弃 而你恰恰做的就是 传递一种嫌弃你的情愫在 我不理你啊 我不跟你说话 虽然我把家里这套事做得很好 我洗衣 做饭 刷碗 但是我不跟你零交流 我不沟通 那她会觉得 你做这些事都是为了孩子 你看不到我的存在 你是不是在嫌弃我 你觉得我生完孩子身材变了 还是你觉得我生完孩子变丑了 我现在不工作要靠你养着 她的委屈和她的不安定是在这儿 这也恰恰是你做的 可能忽略的地方 虽然你很多的方面 是已经比现在大部分的 爸爸这个角色 丈夫这个角色 要做得好得多的 但是恰恰是在最应该注意的 那个细节和那个点 你忽略掉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同样 这番话也说给你听 姑娘 有一种爱叫做看见你的好 就是要知足 当你把心情转换 你想想她做了什么 而不要去计较那些你没有做的 你的世界可能就会变得明朗起来 如果你每天就是这样的哭哭啼啼 然后在家跟她抱怨的话 你想她愿意跟你说话吗 而且我觉得啊 你们两个人也急需过过二人世界了 哪怕让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妈妈 就来带一天两天 就是像来看孩子一样的 帮一天两天 你们两个人重新出去捋个游 或者去看个电影 一个月有一次 哪怕两个月有一次 我觉得她状态都会好很多 好吧 其实你们这是幸福的烦恼 知足吧 谢谢你们 好 谢谢师傅老师 徐总 一个家庭的幸福 真正幸福是每个人 都会开心快乐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你的老婆 孩子的母亲一直在哭呢 没错 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 所有的家庭重心 都是在这孩子身上 这是正常的 但是久而久之 其中的某一个人 会感觉到对方并不关注自己 比如说孩子的父亲 为什么他只现在变成了孩子父亲 而不是自己的老公呢 为什么以前曾经那么浪漫 现在对自己视而不见 这种伤害其实蛮大的 而恰恰这种伤害 外人是不理解的 女生是被忽略的 所以她很寂寞 她缺少一个平等交流的人 诉说自己心事 诉说自己压力的人 孩子满足不了这一点 没有人跟她正常的交流 你在这里缺位了 你明明会浪漫 为什么视而不见她的寂寞 你觉得孩子当中是给你了爱 给了你一种宽慰 你是为家庭做出了很多 扫地家务做饭 但是情绪上你没有 你现在太吝啬了 你太懒了 对吧 女生也懒 懒到说我只是要这些礼品 才能证明你对我的关注吗 我只能让婆婆来代替 这个接送孩子的这个工作 我就可以去让自己更加的充实了吗 她不会浪漫 你不会吗 你想想看 是不是你过度的把自己的助力 也转移到孩子身上 过度转移说她为什么不关注我 但你自己爱自己又有多少呢 让自己更美起来 让自己更阳光起来 让自己更加的浪漫 你可以给她制造浪漫呀 凭什么她只能给你浪漫 为什么每次都是她中午 回来给你做饭 还要洗碗 为什么晚饭也是她做 你就不能谁做饭 给她做一顿好饭吗 这也是一种浪漫 这样她就会关注到你的存在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也是瘸位的 两个人都找到自己的问题 幸福上面就会再加幸福 就这样 好 谢谢徐老师 来 陆老师 事实上我们在座的这四位 都没有资格来批评你们 因为这对夫妻 比绝大多数的夫妻都做得好 这个女生也不是做 也不是吃饱了撑的 她比绝大多数的女人都要优秀 她至少没有靠妈 没有靠公婆 没有靠保姆 自己来带孩子 而且我也不认为你做 你提出来的这些要求 是正确的 如果说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开始不给你的老公提要求 她的表现会比今时今日还差 就是有很多女人在结婚之后 有了孩子之后 开始对丈夫不提要求 听之认之 每天心思全花在孩子身上 在那个时候 当她已经对你没有要求了 情况会变得更加恶劣 她现在还会哭 还会埋怨你的巧克力是空的 其实她真的是埋怨这个 她不是埋怨要吃那巧克力 她埋怨的不过是说 你在做一个好父亲的同时 你的确是忽视了她 如果哪天她对你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你认为是件好事吗 她整日对着孩子 对你没有任何要求 对你也没有任何的诉求 对你更无话可说 我问你这是件好事吗 你回答我 不是 她就不在乎你了 她只在乎孩子 所以女人应该持续地对男人提要求 否则的话 男人就会忘记自己作为丈夫 有的时候还要说亲爱的 有的时候还要做些浪漫的事情 当孩子睡在我们俩中间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家三口的幸福感 你看爸爸在左边 妈妈在右边 这是一种幸福 跳个年轮廓 想会 你也有让年轮廓 偈温地 这些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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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有什么事情你可不可以浪着点我 好好说可以吗 好好说可以吗 我尽量做到你说话我回答你啊 少打一些游戏啊 尽量多关心你别别你啊 抽空带你去看看电影啊 逛逛街啊 我父母我父母这边我父母这边我尽量说服他 教他每个星期来上来看一下呀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多陪陪我 不要再打游戏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的爱的记忆香 来 请开箱 男生放了个结婚证是啥意思啊 来 我更好奇男方为什么放个结婚证啊 那啥呀 一封信吧 独独 你愿意在我们结婚五周年的那一天 我带你去看你喜欢的电影 请你最喜欢的火锅 买你喜欢的鲜花 陪你逛街 给你最浪漫美好的一天 不是挺 挺会浪漫的嘛 你这是什么呀 发假吗 为什么放这个呀 我就想他天天都戴在手上 我们吵架的时候 就希望他多看一看 玩游戏的时候也多看一看 都想着我 可以吗 可以啊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来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接下来我们就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谁是我的这种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去带你在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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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好看不 好看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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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吗